嗨,大家好,我是江帆 今天的看房视频呢,我们看一个位于Oakville Matte Me这个开发商开发的一个最受欢迎的一个户型 Matte Me正所周知是多伦多这边非常大,非常有规模的一个开发商 他们主要做一些low-rise像house,townhouse这样的房子 我们今天看的户型呢,是一个面宽有38尺 地上面积2700多尺的一个双车库独立屋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外面是这种气块跟砖的这种拼接的立面 然后呢,在二层这里呢,有一个露台,一个室外活动的空间 房子的正门进来呢,是到了现在门厅的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是非常开阔的,首先它的条高非常高 然后上面放了一个漂亮的吊灯 从这里呢,往上就是客厅、厨房、主层的生活区 然后向下呢,就是车库,然后走向basement 我们上几级台阶以后就到了这个房子的主层 在侧面这里有一个两piece的一个客用洗手间 再往里面这里就是它的一个正餐厅 在这种3000尺左右的房子里面呢,一个正餐厅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里可以放一个同时容纳6到8人同时就餐的餐桌 旁边有个窗户,采光也是非常好的 再往里面这里是这个房子的客厅 现在设计的窗户都非常大,在客厅的旁边有个非常大的窗户 是对着这个房子的后院的方向 然后客厅也是非常方正 这个房子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有一个错层的设计 像我们刚才进来上来了几个台阶 所以这层的层高是9尺 客厅旁边是厨房还有早餐厅 厨房也是非常大的空间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中央倒台 然后这边是双色的橱柜的设计 并且是做到了屋顶 这边呢是GAS的煤气炉头 后面都做back splash,非常漂亮 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收纳的柜子 然后是一个冰箱的位置 厨房旁边的早餐厅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这里像平常家里面人不多的时候 在这边简单的吃饭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并且你在这里吃饭呢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风景 这个户型最受欢迎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在车库上面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家庭厅 这个客厅的条高是非常高的 它大概有个十四五尺高的高度 然后前面有一个门是通向前面的这个露台 在这种尺寸的房子里面有一个这样尺寸的家庭厅是非常实用 而且非常大气的 平常家里面在这可以看电视啊 小朋友在这玩或者做作业都是非常方便的 之后我们到上面的卧室的一层去看一下 这个户型呢它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三卧或者是四卧 那它的区别就在于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做成open的 像现在一样的书房 或者把它关起来 这是第四个卧室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主卧啊 主卧这边呢九尺层高 跟很多房子主卧一样 它都是在中间有一个条高 所以它的层高会更高一些 一个非常方正实用的户型 然后有一个大的窗户 主卧洗手间也是新房非常经典的一种设计 有一个独立浴缸 有无矿淋浴房 然后两个洗手盆 洗手间隔壁这里呢就是衣帽间 非常大的一个布是衣帽间 里面做了收纳的抽屉和架子 现在看的是其中一个次卧 这个次卧的窗户呢 是朝向房子侧面的方向 虽然并不是很大 但是也都是足够一个小孩子的卧室 这样使用 这里是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旁边是一个浴缸 现在是朝向房子正面的一个卧室 非常大的一面窗户 而且它这个房间呢 也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挑高 非常的开阔 从门厅往下面走就是它的车库 还有basement 平常停好车 我们从这个门走到房间里面 再下几几台阶呢就是basement basement侧面这里有一个小的换鞋挂衣服的区域 之后旁边这里就是洗衣房的位置 再往前面呢就是它的basement主要的空间 因为这个房子的错层设计使得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地面之上的 basement的窗户非常高 而且整个这个区域是非常方正 之后装修好了之后是一个很开阔的客厅 嗯